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韩国的大创 韩国大创其实前身是韩国的一间ASU Industrial 公司 是普正副社长当时于1997年创立的 当时的宗旨就是要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各种优良的商品 是韩国第一家统一价格的零售店 店名叫做 2001年接到日本代收的40亿的投资 并且将品牌名称与日本投资者的DAISO统一 才会衍生了现在的DAISO这个名称 但是韩日大创企业合作只维持了13年 最后于2015年结束了合作关系 所以其实韩国大创的官方一直表示说 我们跟日本大创是不一样的 是百分之百独立营运的韩国企业 但其实因为当时日本的大创 对于韩国大创的持股比率超过了30% 所以这个说法又引起了许多争议 后来韩国大创就收购了日本大创的所有持股 然后韩国大创这边也宣布 不再出售与日本大创相同的商品 商标上也另外设计 最终宣告与日本大创划清界限 而日本的DAISO跟韩文的DAISO 发音其实是相同的 DAISO在韩文有全部都有的意思 与普正副社长经营的零售店理念相同 普社长也认为说这样的连结 对宣传很有帮助 所以非常满意DAISO这个名称 DAISO真的是什么都有卖 什么都不奇怪 这个名字真的是取得还蛮不错的 大创里卖的东西呢 从日常用品 文具清洁 厨具 玩具 娱乐 宠物用品 直栽 真的是想得到的 都应有尽有 近几年呢 随着时代的潮流 还卖请了露营用品啊 美甲用品啊 化妆品 还有健身运动用品 跟小朋友的玩具啊等等的 时不时就会推出很多联名的商品 像迪士尼跟三里又也出了蛮多的 不仅呢 全韩国到处都看得到大创 除了一般的店面之外呢 它也可以在传统市场内 它的消费族群非常的广 老少皆宜这样 韩国大创会受到人们喜爱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它除了价格低廉 商品又快速的推成初心 大创也不断的在改变 韩国人的消费习惯 现在呢 大创几乎是全自住结账跟包装 这种结账模式 也逐渐的扩散至全韩国的其他店家 2020年开始呢 大创渐渐的扩大新店面的规模 之后的新店 几乎都是大型的单程的店面 或者至少是三成以上的多层店的型 甚至在冀州市政厅的分店高达七成楼 2023年开幕的明洞站店更多达十二成楼 今天要带大家逛的这间店面呢 是在哈南斯大菲里面的一间大创 算是单楼层里面全韩国最大的店家 韩国人很在意刘海的发量 所以这边很多刘海的甲片 韩国最近很流行这种自然型的假睫毛 所以在大创也有卖这种 它长度只有4到7mm 就戴起来会很自然 像这个牌子也是在大创可以买到的彩妆品 势底乳啊然后跟粉饼也是很多人推荐 平价品牌来说可以入手的商品之一 像这种的话是他们这一季的季节商品 这季秋天初的新品来大创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每一个季节都会有限定商品 像这种联名商品有的是大创独家的 喜欢这种角色的啊 也可以锁定一下 像今年迪士尼的也特别的多 因为今年迪士尼100周年嘛 如果说你来韩国然后很冷 然后你有想要买个便宜遇寒的话 这一件才5000块钱 买一下很划算 就是一个整型医院所出的面膜 之前有非常多观光中的狂扫 卖的也非常好的面膜 然后它跟迪士尼一起联名 出了面膜在大创这边返售 你们也可以找这种比较有品牌信誉的 联名商品 哎呀那个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它躺在它的衣服 这边啊 把它包起来这个 它总共有三个 它打开以后变成后背包 所以如果你们旅行东西太多的话 就可以增加一下行李 不会是shopping bag这样 就很可爱 而且包包挺大的 最近还可以买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是韩国的路边摊 才会用的盘子 虽然是很有特色的 它是塑脚的 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多一点韩国的感觉的话 他们会用这个喝小米酒 有各种尺寸哦 还有这种的 还有这个铜锅 在韩剧里面这个铜锅虽然常常出现 但说实话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大会用到 不过如果我观光客想要在家里面啊 就是有这种吃泡面的这种氛围的话 还是可以买回去 跟台湾的陶锅一样 韩国呢他们在做热汤的时候 会用这种的锅子 放他们的鸡鸡之类的东西 好处是你端上桌了以后 它会维持温度非常的久 家里有特别喜欢喝热汤的人 你可以考虑用一个这买回去 真的在桌上它会维持热度很久 韩国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料理剪刀 剪肉的啦 有弯的有直的这样子 很适合在韩国的大创买 然后因为韩国是一个烤肉国家嘛 所以它的夹子有这么这么的多 你们也可以挑自己喜欢使用的夹子 个人会比较推荐像这种前面有矽胶的夹子 比较不会伤到锅子 最近比较热门的是这种 放在桌子上面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的 然后韩国的这种菜瓜布 算蛮有名 虽然现在台湾也有了 不过我觉得韩国的花样跟颜色都比较多 如果你很喜欢用这种的话 还是可以在韩国买 那有些人会买这木头砧板回去 不过砧板在台湾也有 可是因为韩国大创非常的便宜 这个才5000块钱 大创的韩国的狗狗的衣服也非常的可爱 装饰品啊或是冬天的东西啊 季节限定类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可爱 大家也可以来逛的时候看一下 狗狗猫猫的项链啊衣服这类的东西 狗狗的玩具你看像有这种 热狗或是紫菜饭卷这种 韩国限定的也很可爱哦 然后我自己另外还有买的是 像狗狗的这种项圈类的 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又素素的 朋友的玩具这边也是还蛮经济实惠的 很多人问我们Galaxy Watch的表带是哪里卖 可是其实大创这里就有非常多的选择 大创有卖这个是保温瓶的清洁剪 还有像是大创的浴室拖鞋 其实韩国的家具用品都有出浴室拖鞋 种类很多啊可爱的啊或素雅的 其实都有你们可以找找看浴室拖鞋类 很多人也会来买这种有维他命的脸蓬头 这样子 韩国的大创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露营用品 然后像这种有没有在户外挂卫生纸用的啊 像这种装饰器分用的啊 其实都才不到50块钱台币 出去的时候在那个露营啊 有时候想要装饰器分又不想要买太贵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韩国大创真的蛮多这种东西的 少酒杯组合 好以上就是就是跟大家介绍的韩国大创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看起小铃铛 我是喜娜 掰掰 掰掰 我们哪来的啊 你为什么在这里啊 你又为什么在这里呢 不要管他们 哦